江淬國中設計時空閱讀館 工程費用花了250萬元 打造出以穿越時空 愛上閱讀為主題 設置了過去 現代 未來 等不同的圖書專區 其中重動閱讀區的 規劃教師陳香玲 是把外太空的主題 搬到學校裡來 希望同學們活在當下 好好的利用閱讀 放眼宇宙的胸懷世界 創造出更美好的未來 這個重動閱讀區 因為我們知道說 我們在太空中 如果透過重動的話 我們就可以穿越到 不同的時空 那我們希望學生 能夠在我們這個 時空閱讀館裡面 能夠參考過去古人的經驗 然後活在當下 並且好好的能夠利用閱讀 創造出更美好的未來 然後可以放眼宇宙 胸懷世界 老師推動閱讀的用心 從設計環境做起 星空浩瀚的宇宙 能夠抓住這些青少年 漂浮的心 讓他們在星光閃閃的閱讀空間裡 享受閱讀的樂趣 提升學習成效 我覺得在這個環境裡面 讀書就會有種在星空下的感覺 然後就是如果跟喜歡的人 在這邊讀書的話會有種 就是比較浪漫 然後邊讀書可以邊看這篇星空 然後享受閱讀的樂趣 就是因為我平常就在閱讀有關宇宙的書籍 覺得這邊很有親切感 能讓我很平靜 很自然 很安心的讀書 不會分心 能讓我提高專注力 科技三系的時代 同學們很容易被吸引 忘掉書本的文字世界 江翠國中推動閱讀 從環境設計先著手 拉回同學們的心 找回閱讀的快樂 中佳新聞林立如范剛儀 板橋報導 謝謝